十九章 定公问 君使臣臣氏君 如之和 这个定公是鲁定公 鲁国呢孔子经历了四代君主 孔子很能活活了73 这在古代绝对是 这个超级长寿了对吧我们知道古代叫人生七十古来戏能活到七十岁你这个很是很罕见的人了 鲁定公 是鲁国的其中的一代君主 孔子出生的时候是鲁湘公 然后是鲁 昭公 然后是鲁定公最后一任是鲁哀公 香昭定哀鲁哀公 那这是第三代叫鲁定公 当时去问孔子 他说 君使臣 臣 士君 如之和 这其实讲的是什么什么问题 是上下级之间的 关系问题 对不对 君主对大臣是命令的 是指使的 是派的 是是下面任务的 大臣是要侍奉君主的 这叫君使臣 臣士君 如之和就是应该怎么办呢 所以其实这个鲁定公问的是个什么问题 是个上下级关系问题 这个事对我们今天的 这个这个影响帮助就太大了 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要处理 上下级问题 你不是所有的事都是商量着来的 永远有你听别人话的时候和你需要别人听你话的时候 你不是在工作当中也是在家庭当中在生活当中都有这个问题 你怎么让别人听你的话你怎么听别人的话 就是这么个问题 君使臣 臣士君如之和 孔子讲了一句话 孔子说君使臣以礼 臣士君 以终 仍然延续了孔子一贯的思想 凡事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如果你是一个君主 你在 派遣在指使在安排别人干事的时候 请你以礼相待 对吧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 你今天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 一个君 你在工作当中可能是一个老板可能是一个管理者 可能是一个干部 在生活当中你可能是一个家长 对不对 在班级当中你可能是一个班干部 你都在充当着一个指使别人让别人听你话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孔子的态度叫 当你是管理者 你让别人听你话的时候 请你以礼相待 我们今天很多人 恰恰是相反的 我听别人话的时候 我以礼相待 对不对 人家是我老板 哎呦我可得遵守礼仪 但是孔子说你是老板的时候 请你遵守礼仪 请你守住规矩 请你不要越了规矩 不要做了不该做的事 不要用不该有的态度去对待别人 这样别人才会真正的对你 对吧 才会真正的服你 这叫 君使臣以礼 对吗 那你说下级对上级呢 臣是君 以中 中是什么 中就是做你该做的事情就叫中 做你的职责范围内该做的事就要中 中 指的就是 职责范围内 尽心尽力 这就叫中 我们之前讲到过中这个字 对不对 你去帮别人干事 你听别人话的时候 请你尽心尽力 你知道孔子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永远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换位思考 别人想让你干什么 比如说你是君主 你去指使别人干活的时候 你想想如果你是他 你惜不希望被以礼相待 如果你是听别人的话的 你就换过头来想如果你是老板 你像你稀不希望你的员工尽心尽力 所以永远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永远回到自己身上做自己最好的那个样子 然后同时不要只考虑自己 要换到别人的角度上去考虑 这就是这条孔子的观点 鲁定公说 君使臣 臣是君 对吧 应该怎么办 怎么让 别人听你的话 这个大臣怎么听 君王的话 君王怎么指使大臣 孔子说 君王指使大臣的时候 请以礼相待 大臣侍奉君王的时候 要尽心尽力 就应该这么做 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正好是相反的 很多人是指使别人的时候尽心尽力 对不对 给别人干事的时候以礼相待 我今天正好是相反的 我想大家可以想一想自己在家里面是不是这么干的 对吧 今天很多家长也是这样的 对自己的孩子 以止 气使 对吧 这有问题 这就有问题 还是要以礼相待 永远有礼 虽然说这个 亲亲情当中他有这个 中国传统有这个父子刚长 有这些伦理关系啊 但是你这个东西始终是孔子 提倡的 就是你哪怕你是个 家长 你对待自己孩子的时候也得有基本的理 你不能觉得反正是我养的 我想怎么弄怎么弄 那肯定是不行 反过来如果你是一个对上的人 你要去想我要尽心尽力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这叫忠 好吧 反求诸己 换位思考